美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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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聊聊那個 那段不了了之的 日本的女朋友 記得以前有一次 到她家去 才過了一陣子 時間到了 每天晚上總要洗澡 麻煩你到後面去洗澡 水晶 飛玉星辰在節目上 提到和日本女友 交往甜蜜互動 洗澡了是不是 沒有,住在一陣子 住在哈霞 第二天 洗澡時間到了 我要進去 咕咕咕 這段感情最後無疾而終 外傳這名神秘女子就是她 俏麗短髮甜美氣質 她就是日本女性安景千惠 外傳飛玉琴二十幾歲時 在秀場認識她 對她一見鍾情 兩人進而交往 在民國六十九年訂婚 但女方家長要求小哥入贅 飛玉琴考量父母心情 最後婚事告吹 有一說這也是導致飛玉琴 不再有結婚念頭的原因之一 女方後來結婚生子 有網友找到她的臉書 發現她會曬合飛玉琴的合照 甚至帶孩子去看演唱會 持續當她的粉絲 但和飛玉琴傳飛玉文 最為人知曉的女主角是她 春嫁 對 對 我們實在很久了 是啊 想說這樣 我們早晚也要說到婚嫁的問題 飛玉琴江蕙同樣是單身 因此常常被湊對 小哥曾自迫 半夜到女方家聊到天亮 還叮嚀張蕙兒子 要把他和江蕙長在一起 江蕙更說過 小哥向他求婚一定會答應 愛你到地久到天長 我一定會陪你到海湖到世辣 讓人交情好到飛玉琴曾說 死也要葬在一起 如今飛玉琴宣布要引退 感情世界依舊神秘引發外界好奇 3D新聞最好報導 因為她講的那個 她講的那個是我比較難過的部分 她說父母都走了 她頓時依靠 她說就這樣 我是今年我也是老孤兒子 聽到飛玉琴要引退歌壇 提及父母都已離去 少了關注覺得孤單 白冰冰感同身受 兩人過去在舞台 飛玉琴 你好 你好 好高興 怎麼啦 正頭又拿起來了 你會說這樣 我是現在看到你比較開心 如果我以前我怎麼多精緻 互動熱絡搞笑 最貼心的是飛玉琴 還陪伴白冰冰度過人生低潮 他沒聊晚上都來我們家 不是 他其實是好人 因為那時候我的孩子的事件 他有 他整整兩個月 天天晚上在我家 感動耶 我在房間裡面 聊天嗎 我們兩個 就純粹講黃色笑 從那個不能笑 後來別說了 這樣 倒是可以笑出來 一面哭一面笑 失去愛女整天 一類洗面 飛玉琴每天陪她聊天 這樣的貼心讓她很感動 白冰冰還爆出 飛玉琴驚人的秘密 現在伴妹來去哪裡 我給你介紹 我朋友給你認識 伴妹是哪裡有的 我就帶我去 那地方 怎麼一股味道不是很好 對 有一個狗的 聲音都 豬卷 豬卷 幹嘛呢 我跟你講 他是小花 這個是小明 他帶你去餵豬啊 這個叫阿財 我那個弟弟是他的朋友 外傳飛玉琴曾帶江蕙去餵雞 沒想到是真的 可見小哥真的把動物 當成俱友 而且愛心捕落人厚 舞台上的好交情 延續到台下 也是艱難時刻 互相輔助的夥伴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